我們每一年我們幼兒園都會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最重要的就是藉由他們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的生活、他們的學習 然後在舞蹈裡面跟這個節慶的喜氣洋洋當中 來展示出他們的一個成果 同時也跟各位來做一個拜年 我想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尤其家長都能夠來共襄盛舉 來看到他們小孩子在這邊的這樣的一個學習成果 以有榮焉 這樣這個活動一開始就表示我們整個春節 歡樂、喜氣、洋洋的這種氛圍就開始了 那大家在這邊也共同來祝賀我們 大家新年快樂、恭喜發財 過年嘛主要是希望說第一就是熱鬧 然後有民俗的成分 然後台灣傳統我們看得到的道具他們這次都有使用 然後尤其在過年的時候大家家裡面都擺的這些 比如說春蓮、紅手券帶來洗漆的東西 然後讓小孩子方便操作 我覺得是我們這次主要編創主要主題這樣子 沒有錯因為每個小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樣 然後當然也很特別的去了解老師跟孩子相處的模式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我就會特別跟老師們了解說 他們平常怎麼樣使用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對 這個造型的話是我特別就是希望今年是所有的孩子穿一樣 然後感覺是一條龍 那因為今年是龍年 我們希望帶來的這個氣勢是很強大的 所以跟他們全部衝出來的時候 那個在有福的時候就覺得分量特別重這樣子 對 每年的這個很重要的活動 其實我每年都會來參加 就我兒子從幼兒班開始 對然後小朋友在這個活動裡面 他們可以很快樂的知道什麼是過年 然後也可以一起學到團體的一些舞蹈啊合作 對很好的活動 對ox上鎮無遙風 Feel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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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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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